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4月23号星期六 我们今天的第二期节目的话题是流媒体 那么上期话题是锂电池和氢能源 欢迎大家去查阅上一期节目 就今天的 好 我们今天做流媒体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者 我们记得很久之前 分析过整体分析过这个行业 叫流媒体行业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主要的成分股 有这些有实质 那今天我们再次梳理一遍 我们先看苹果公司 我们近期面对的风险 是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这个不确定性 指的就是美元整体一个流向的不确定性 包括整体形式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市场会否一定会走大空头 这是我们目前最为关注的一个点 我个人不倾向于走绝对的大空头 行情 那么特别对于苹果公司这样的公司来说 它务必在下周早些时候 就在当前的比如说150到155之上 就止住 然后在高位无序震荡 这个是我比较希望的一种行情 很多人也希望 既然走不了强劲的牛市了 那走一走震荡行情也行 给我们一些解套的机会 这是大部分人内心的声音 就看美国政府 包括美联储怎么去看美股的命运了 我个人是希望 美债现在不怎么好 美股也 美股 我希望他至少把美股给弄好 行吧 否则美元回流去哪呢 是不是 好 那么对于苹果公司来说 近期也是强劲的大多头 不断 然后给出双重小顶 然后不断的震荡下跌 我们看它上涨的比较利索 下跌却比较偏震荡 是吧 说明多头曾一度抱有强劲多头的一个希望来着 包括我在内 就不是特别强劲 就是说至少要去再测试一下顶部 没想到 就是鲍威尔在周四这天讲话 包括市场的一个悲观预期 等个导致周四周五两天继续暴跌 没有完成五浪结构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继续的拉升 有人说这个空头 他早就知道了 他早就知道了吗 他只不过是事后说的 他事前的时候 他等不说说不说话呢 他不说话 就说明他也在怀疑 能不能走空头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好 不要事后告诉我你是空头 其实在周三往上拉的时候 周四往上跑的时候 你肯定会拍空头 尤其会害怕 所以呢 市场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啊 不断的演进 那么苹果公司的命运会将如何 各种技术指标是否有效 答案是不有效啊 没有那么有效的东西 其实均线组已经在震荡行间中 已经失去了效果 请大家啊 务必啊 调整成裸K来看啊 我们看看这个博弈的情况 到顶横盘出货 下达 再次测试 再洗盘 强劲的上拉 然后啊 突破不了最高点 说明啊 就已经正进入到了可能的震荡 区间行情 大型的震荡行情 那么啊 再次五浪尝试 发现啊 上不去空头 下载 所以下周呢 我们需要啊 看在这个附近的一个横盘的一个止跌的情况 对于苹果公司的命运 包括纳萨克指数的命运 我们就更为的清晰了 有人说看到这些强硬性阴线 就觉得大空头要来了啊 这是一种病啊 得治啊 或许会有啊 或许也不会有 所以永远要保持概率的思维 就好比我们之前看多的时候 就一直 一直希望他看多 那也是不对的 你看他照样也回撤了 所以 空头啊 就是说震荡行情里 或者是雄市行情里 你也要有多头的思维 好吧 行啊 这个就是苹果 我们接下来需要关注的点 在这个附近要有横盘 然后再次尝试反弹 这才是无序震荡行情啊 好 并不是所有的图都一样啊 好 我们看一下 AMZN AMZN 你看啊 我们啊 其实在周五的时候 评了一下他 他就是长时间的无序震荡啊 他也没有大暴跌嘛 还是在这 对不对 还是在三千上下 反复波动啊 那么在去年啊 这是八月啊 去年 现在是2022年了吧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他就就将近两年的时间 他就一直在这里震荡啊 所以说他一定会走大空头 这种概率呢 实际上啊 并不高哈 并不高 包括他历史上 他这个通常通常呢 是希望啊 就进行横盘洗盘 而不是特别希望走大空头 看到吗 历史上 对吧 很少有走大空头的 我估计这波差不多就是大空头了啊 好 那这个图啊 我们也 我们就是保持观望吧 不要去碰他啊 不要去碰他 行吧 因为你赚不到钱 你也不知道在哪卖 在哪买 还不像苹果那个好看的 是吧 这个图 好 下一只 我们快速的过 concast cmcsa 这个图呢 啊 他确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些波段 我们上次分析呢 是一个多头的趋势 我们说 分析了一个啊 收敛的邪情 破位 回踩 你应该离场 在高位 对不对 这个图非常的标准 随后呢 给出不断的震荡下跌的行情 他要比那个亚马逊要弱势 因为他给出了深度回撤 对吧 然后反弹 再回撤啊 然后再反弹啊 然后啊 如此这样啊 反复 那他究竟会怎样呢 现在肯定不是趋势行情了 对不对 他有没有可能涨呢 嗯 我看呢 这个图呢 也不能啊 这个一蹴而就的就去判断哈 啊 我们啊 把这个趋势线调一调 我们发现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趋势 分解一下他的区间 这里有一个啊 平行的啊 震荡下行的通道 随后呢 他有啊 多头想反攻的意图 但不 很不幸啊 再次完成了一个楔形的一个测试 对吧 是一个小楔形 然后再次反攻 发现了 这是一个小圆弧啊 就很多天都上不去啊 就就就就再次破位了这个小的一个小多头 弱势多头 对吧 因为他不强劲嘛 他一直在这里横盘不强劲啊 然后再跌下来 那么啊 对于多头来说应该怎么样 应该继续观察啊 应该继续观察 看看会不会在这个附近啊 形成一个强劲的反弹 好吧 强劲的反弹呢 实际上在水平方向上 这还有一个小阻力区呢 所以后续多头是不需要去着急的啊 我们需要看到小回落 哎 早知道呀 我们换成线段 哎 好 稍等啊 在这小回落 然后 再上攻才行 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形 好吧 现在是不急于去进场的 因为啊 周五这根线啊 过于的阴 但是你不用怕啊 就是有时候 这个强劲阴线 就都很强 最后呢 就是阳线 好吧 说这个一定会长吗 我们啊 需要画一个更大的一个斜行的视野 看到这个位置 如果说他这个继续走斜行的话 那他有可能走到这 走到这 44 对吧 大斜行 看到 这有个大斜行 然后再反弹 这个斜行啊 他能否终结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啊 他的终结呢 体现在他对于大型下星 下跌斜行的一个突破啊 就是其实就是这啊 强劲突破啊 不管是在这儿突破 还是在后续突破啊 比如说我们就试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儿突破上去了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种形态去 裸克交易者 其实他需要看这个力度啊 强强弱的 多空双方的一个博弈的强弱 他如果是越来越倾向于斜行啊 或者是横盘 表明啊 当左侧的这个下跌趋势要终结了 要开始恢复到多头一些波段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把这线删一下 这线也删一下 再删一下 你会看得更清楚啊 把这一删一下 嗯 陡峭的下跌 变成平缓的相对斜行 那么斜行的一个入场点位是在哪 是在这 对吧 我们要等待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 强势上拉 回落 再止跌 再进 止损就放在这个止跌这个位置 对吧 这才是真正的斜行的一个交易的模式 好吧 这个图就学一下技术形态的一个交易模式 就ok 等 继续等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呢 我们也其实演示过啊 呃 那么他从一个啊 收敛的斜行 变到啊 这个下跌轨啊 就是这个通道线啊 已经被吓破啊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啊 他有可能要吓走啊 你看他真的下下跌了 对不对 说他位置不能下跌 我们也不知道吧 甭管那么多 总之呢 你更得等了 那么 斜行已经被破位了 形成一个更陡峭的下跌趋势了啊 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等待一些形态了 那随后呢 我们应该加上一个陡峭的下跌趋势线跟着 跟着就行了 好吧 跟着啥呀 跟着等啊 看他在哪止跌呀 说这个图我们就分析对了啊 就是他有可能在更深的位置止跌 对吧 他止跌了吗 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等待下跌军线的右侧小横盘的时候 在意看看能不能到时候挂多头的突破弹进场 对吧 他已经不是歇行的模式了 对不对 他已经演化成一个新的更 所以说我有时候说我不相信这个通道线的 是不是 哎 通道线啊 这个歇行啊 最后给你破了啊 形成一个更深的下跌腿 好吧 也许这是一波下跌高潮哈 但后续呢 我们要等待一个横盘 对吧这个横盘也很关键不出横盘不考虑 这是迪士尼 嗯 这个风险我们都提示过哈 好我们看一下Facebook 有人说啊 Facebook真的让人很窝火呀 嗯 可不 嗯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现在只能说 呃 烧香拜佛 祈祷 啊 你不管你信哪一个教派 你都可以 宗教你都可以开始动行动起来了 好 开玩笑哈 大家的信仰自由哈 想信什么信什么 好 那对于Facebook来说 我们信仰什么 我们信仰K线啊 K线的创了一个新的低点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下周我们需要 怎么办 你你首先 波段话处理 没有处理哈 首先啊 这个你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慢慢的建仓的一个模式建仓 对吧 没有吧 有人说没有 那可惜哈 那你现在应该减减仓 好吧 现在减仓来得及吧 来得及 你想他如果再跌的话 你在更低的位置只跌的时候 你再买回你 你不就是核算了吗 是不是 好 我们看下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在哪 我当前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哈 对吧 当前换一个 下一个呢 嗯 下一个应该调调高一点 跟这对应上 或者更高一点都行 这个位置呢 嗯 行啊 150 那现在是什么行情 现在是有点偏空的行情 嗯 创了新低了哈 所以 所以纳萨克能不能稳住啊 这个有点悬的感觉啊 勇怀希望吧 勇怀希望吧 行吧 在仓位上的管理应该做减仓的处理 后续呢 再慢慢的拉长时间 比如说十年啊 不是十年 是这个半个月 半个月 三个月 半年啊 这样的去慢慢的买 行吧 嗯 也没准啊 下车就弹起来 就说不准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仓位管理比较重要哈 近期 我们一直 我们已经强调了一个月了吧 就是一定要慢慢的买 我强调了一个月了 我感觉啊 今年的行情啊 虽然很多股票已经都跌到底 相对低点了哈 但是也要慢慢的买 因为他还要洗牌 好吧 一定要注意仓位啊 我们看一下福布 嗯 不咋地啊 福布不咋地 突破 拉升到这儿啊 再次回落啊 那么接下来呢 应该把趋势线往上调一调 这么一调就OK了 有人说这个太松了哈 那就紧一点 这么紧 把这个漏出来 行吧 这样这些触点都尽量的触上啊 那么现在呢 是不是底呢 是不是又让我左侧才抬 左侧才抬靠谱吗 请你回答我 不不靠谱 不靠谱 好吧 这个再次给你一个教训吧 好 我们看一下 Google 嗯 谷歌也是高位的无序震荡啊 无序震荡 我们之前说过啊 波动画处理 对吧 他在这里没有能跌 没能止住啊 继续往下跌 那么现在呢 会不会止跌呢 我们看到这里一个ABC啊 这整个大形态 对吧 不要去猜吧 好吧 我们看这个扩展上行的下边沿附近啊 也有可能给是反弹啊 也有可能给反弹 好吧 我们之前对震荡行情是怎么说来着 尽量不交易震荡行情 你看这又是一个震荡行情 包括亚马逊 包括谷歌 这种震荡行情太过复杂了 不好交易啊 不容易交易 我们去交易那些矿产资源啊 这个能源啊 什么的啊 近期那些都是在涨啊 铜啊铝啊 对吧 当然他有阶段性见顶的一个征兆啊 我们后续在意 就是说过去那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啊 我们都一直在说那样的股票啊 包括天然气啊什么的 对不 现在都都都 现在别买啊 现在都都有点阶段性的洗盘啊 我们说啊 这个震荡行情确实是难做啊 难做吧 他趋势行情 有时候趋势很猛啊 但是震荡行情震荡的时间太久 你受不了 他有可能再反弹起来 是吧 整个这个行业都 啥玩意儿 好 我们看一下奈飞 奈飞呢 奈飞也比较复杂 你看这个媒体行业啊 这流媒体行业是不是很复杂 流媒体行业现在成了啥了呀 成了一个政治行业了 是不是 不好 不好搞 奈飞呢 我们近期画出的图是什么 我们再删掉 重新看一下 我看这个图是啥呀 这是 他是业绩不好 但没那么不好 是吧 我看到一些老外 外国人分析奈飞 他不是分析图 他分析他的业务 下面有好多人说 贵了 现在有更多的这个便宜的一些媒体 这是从价格角度来说的 那有一部分人说 从政治角度来说的 马斯克就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啊 所谓的这个言论自由啊 受限之类的啊 或者说有那什么 但我之前说过啊 这个西式的这个言论自由 他其实有一些bug的啊 就是不是言论自由吗 人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不是 你不能就是咱们觉得还得不合适啊 比如说偏左是吧 或者是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不管是什么 人家愿意那么说 是不是 人家自由 好吧 我们就不展开这话题了 所以整个这个流媒体行业 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整体的问题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那样的啊 媒体 那奈飞就被马斯克弄了一下 那你看 弄下来了 是吧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们之前对于啊 跳空暴跌的这些股票 应该是什么态度来着 应该观察个一个月两个月的是吧 我们观察啥呀 观察他这个反弹的力度 很显然没有 观察他下下行的力度 很显然也不是特别强 那现在市场干嘛都在观察 这就是我所说的 我跟那类大资金是一个态度 都是要观察啊 你看我就符合市场的运动方向了 都是在观察的 不要轻易的去重仓朝底 要拉长半年去去去买都OK的 是吧 包括去年那些中概股是吧 交易股 特别是交易行业 突然大暴跌腰斩 包括这个瑞幸咖啡等等 他其实都在底部运停了很长很长时间 最后也不一定能涨 所以啊 那非会不会如此呢 你别觉得他是美国股票 他就不会如此哈 美国股票怎么了 他不分这个 对于裸黑交易者来说 除了简单看一下国籍之外哈 都会都会预期这种跳空的那个股 不不容易做 都会这么想的 所以你也该这么想 拉长个半年 一年的去买买买 但如果他出现强劲征兆的时候 我会再看哈 但我是倾向于先一开始就预设 可能要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布局了 除非他给我一些强烈的信号 让我不得不跟 是吧 比如说马斯克收购他了 是吧 啊 等等啊 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好 这个图啊 就继续观察他在这里 洗盘 什么行业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两个啊 柔库 不行吧 左侧抄底不行吧 我们特别提示过哈 我们说左侧抄底失败率最高了 右侧抄底失败率次质 多头波段走出来一波 再去做右侧抵会更好一点 是吧 还有还有啥可说的呀 总结经验教训呗 是不是 仓位中的减仓吧 还还还等啥呢 等到右侧的时候 或者更低的位置我们在意啊 还等还等啥呢 等到右侧的时候再买回来都不晚 右侧都不一定止住啊 所以你是吧 有人说啊 这个媒体股不会暴跌了 都已经跌这么深了 不会跌了 谁告诉你呢 跌到零跌到一元以下的大有人在哈 那么T呢 是出现了一些跳红问题吗 不是啊 是他应该是剥离了一些业务啊 导致价格的重新调整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做都啊 他实际上是应该就涨的 现在属于上涨过程 对吧 这图看着就有点别扭哈 但是他其实把这个K项应该移到这来 对不对 好 这图这软件没调整啊 或者是都不需要调整 反正怎么怎么说呢 媒体行业我觉得还是尽量减仓吧 尽量少做吧 太难了啊 好 我们再浏览一下这这几个光荣的这十只 媒体股 哪个不惨 哪个都惨 我们看他们惨的特点啊 苹果还算OK哈 高位震荡 那么亚马逊呢 就震荡了一年半两年了 Cunkast呢 我们我都忘了他了 Cunkast Cunkast也有点技术位啊 可以可以关注一下啊 但是要等待这个啊 血型的一个突破 对吧 那么迪士尼完蛋啊 不行 我们早就知道他要跌了 Facebook Cunk跳空暴跌 是吧 Football暴跌 谷歌高位无需认荡 奈飞暴跌 Roku也是暴跌 T呢 勉强有些反弹 对吧 所以整体来说 这行业呢 太拉垮了啊 媒体行业一定是出了问题啊 我感觉 大家大家可以广发意见啊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好吧 我们今期啊 这期节目先这样啊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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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